離空23世界棒球競電賽 就要第三月開始 中華隊一致對雲林倒落 接下來嘉義市棒球場奔演 並且和中華這場 台港雄英隊進行認識比賽 嘉義市市長 翁明會特別展翁嘉義市在棒球場 送給球員萬萬的追究 為球員嘉義鼓勵 期待中華隊今年可以拍出好勝出 謝謝嘉義市提供在 27、9月31日 這次來到很多場地 我要帶著大家祝福 帶著這個 今年來的場地的場地 謝謝各位 2月17號跟2月21號 一場跟台港雄英 一場是跟統一 我想這兩場的一個練習賽 當然雖然不對外開放 可是是我們很重要的 無論從這一次的經典賽 從臨選到大家的集訓 一直到最後 我想這個過程都是引起我們所有 全國球迷大家滿滿的熱情 嘉義市市長 翁明會送給球員 強棒出擊做現役目標 希望今年中華隊可以建軍到日本 東京紀丹 決戰美國麥阿米 中華隊忠告連林月平也代表球員 感謝市長 翁明會 提供最好的長地 給球員認識 一頭早就有很多球 賣在放球中外面單臺 用這些行動來支持中華隊 我們提供了最好的場域 那我們也為我們中華隊來加油 我們祝福他們 成功的晉級 強棒出擊 成功晉級 前進東京 邁向 邁阿米 那我相信 我們拿到最好的成績 所有的球迷們 歡迎大家 一起為我們中華隊加油 離空一千年世界棒球競電賽 中華隊的行者是無三例上 在分組的比賽連輸三場 無緣進均八場 不過離空一三年 中華隊混戰到日本 東京紀丹的真實 到現在也是讓球賣有千千的感動 今年中華這場也安排 六十幾場比賽 再加二七棒球場 歡迎民眾朋友 作為享受棒球的趣味 地價九十幾場 彩虹不到